判決爭議的事情 所以危經情體育局 再次要求遠雄 針對可能吃球的疑慮 即刻的進行改善 连說好幾次要求遠雄 看是不是用家莊一套方式 來改善吃球問題 就是因為統一師隊 7號在大巨蛋對戰中信兄弟 三局上中信兄弟 岳正華擊出右外野深遠飛球 小白球被大巨蛋白色系座椅吃掉 透過電視輔助判決 也難以判斷是打中牆頭 還是座椅 讓統一師總教練 出來抗議 球的顏色和座椅實在太接近 岳光安說會再請遠雄改善 但也特別提起座椅顏色 可不是他任內決定 在正式開幕之前 大概幾個月就有當面 向遠雄提出 要透過加裝一套的方式 白色座椅其實在 2002年7月柯市府的時候 就已經安裝完成 今天又用這樣甩鍋的方式 這種間接暗示 應該要讓柯文哲負責的方式 其實是比較不負責任 岳光安跟遠雄如果不做 議會監督了一年也不改 我們願意來發動募款 幫忙遠雄敢座椅 直言恐怕會影響往後國際賽事 申請資格和球迷權益 對此遠雄之表示 對於賽事期間判決結果 我們予以尊重 活動主辦方若對場管設備有任何意見回饋 我們都可以隨時直接溝通 但一年下來議員就直說看不到成果 現場看不清楚就算了 連這種高密度的這樣一個電視轉播 重新訂個畫面回看的時候也看不清楚 那看不清楚根本原因就在於椅子是白色的問題 不管是蔣灣台北市政府包含遠雄公司都難辭其咎 大巨蛋儼然已成臺灣幫談吸票機 但從露水天花板到吃球觀眾席座椅 大巨蛋爭議想要成為國際賽事球場 硬體設施恐怕還得先改善 TWN先生有讓佩佩還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